大家好,欢迎来到火焰新闻线 一人工作室制作不易 希望大家可以加入我的YouTube会员 俄乌战争进入第1005天 先来看看战场情况 过去24小时 俄军继续猛烈攻击库尔斯克和乌克兰战场上的乌军阵地 乌克兰战场上交战最为激烈的是波克罗夫斯克和库拉霍夫方向 双方皆出现并无看得见的变化 乌总参谋部公布截至11月23日22点的战况信息 自当天开始以来 已经发生了224次战斗冲突 俄军使用37枚滑翔炸弹进行了48次空袭 受到270多次攻击无人机袭击 并使用各种武器对乌军阵地和定居点进行了2000多次炮击 波克罗夫斯克方向占全部战斗的约四分之一 俄军进攻的强度明显放缓 红军村前线 乌军的反击小有斩获收复了一个定居点 战斗中还出现了乌军的两辆汉马车 突入俄军控制区大杀四方的场景 看起来乌军的装甲载具仍有短缺啊 同样是在红军村方向 又一辆普京引以为傲的T-90M坦克被摧毁 大新西利卡方向 俄罗斯人在大新西利卡东部取得进展 从斯洛特纳尔向该地区的关键城市推进 2023年夏天 乌克兰在这个方向发动了反攻 当时解放的地区 现在正被俄军逐步重新占领 不过问题不大 现在双方的战略上的焦点 实际上在库尔斯克 库尔斯克方向 马斯克终于关闭了库尔斯克地区 俄罗斯军队的星链服务 这对乌克兰来说是个很不错的消息 过去24小时 俄军推进到了达里诺 在最初将俄罗斯人阻挡在该地区数周后 俄罗斯军队终于突破乌军防御 在该定居点获得了立足点 此外 在达里诺以南南 俄罗斯军队在边境附近 给乌克兰施加了巨大的压力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 11月23日表示 美方预料集结在俄罗斯的上万朝鲜军队 将很快投入库尔斯克地区 与5万俄军一起展开对乌军的反攻 此外 美国CNN新闻11月23日 引用乌军消息来源称 1月至11月期间 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射了194枚弹道导弹 其中约60枚是朝鲜KN-23导弹 其中包含西方国家制造的部件 乌军总参谋部 11月23日表示 乌军8月份占据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时 夺取的领土 相比最高峰时 已失去超40% 在俄罗斯的反击之后 如今仅控制着800平方公里的土地 这比我前天说的 乌军失去了约一半控制略有差别 考虑到双方交战地带的控制权 并不十分清晰 这样的误差是可以理解的 乌军最多时控制了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 约1376平方公里的领土 俄高层最初下令 10月1日前必须将乌军完全驱逐出境 然后时间推迟到10月中下旬 克里姆林宫收复库尔斯克地区的最新命令 是在特朗普上任前的1月20日前 务必全部收复 泽连斯基昨天表示 乌克兰明年有结束战争的真正机会 他指出 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的提议 将在明年1月变得更加清晰 至于普京 他的目标是在2025年1月20日 特朗普就职之前 将乌克兰赶出库尔斯克地区 乌克兰人不会因为 俄罗斯占据了乌东四周的部分土地 而责怪泽连斯基 相反 相当一部分人会因为没有权劲 被俄罗斯侵占 而视责连斯基为英雄 但俄罗斯人却绝对会将 失去库尔斯克的土地 堪称是普京的责任 因此对乌克兰来讲 在特朗普上台后 可能展开的谈判中 库尔斯克是个非常不错的筹码 这是他们目前将更多的精锐 部署到库尔斯克 而非顿巴斯的原因 俄乌战争爆发第1005天 乌克兰总参谋部 公布过去24小时内 在乌克兰境内的俄军战损 歼灭俄军1020名 累计俄军73.07万人被歼灭 俄军伤残与阵亡人数比例 约为1比1 摧毁俄军4辆坦克 17辆装甲车 5门火炮 14辆各种汽车 一个特种设备防空部队击落一架无人机 看今天的俄军战损就一个强烈印象 俄军真的打不动了 重装备快打没了 再来看看其他消息 法国外交部长让诺埃尔巴罗 11月23日表示 法国原武武器使用没有限制 法国政府已经将这个立场 告诉了泽连斯基总统 相信他会非常高兴 这意味着法国为原武导弹 打击俄本土纵身目标 开了绿灯 马克龙这回终于跟上了脚步 欧洲议会主席梅索拉 11月23日接受德国媒体集团专访时 呼吁德国尽快向乌克兰 转让金牛座巡航导弹 梅索拉是欧洲政治家中 最坚定的乌克兰支持者之一 当被问及欧盟国家 是否应该效仿美国 允许使用原物远程导弹 打击俄罗斯的目标 特别是德国是否应该将 金牛座巡航导弹转交给乌方时 梅索拉简洁地回答说 是的 大多数欧洲议会议员 都同意这一观点 梅索拉还表示 德国的立场可能会在 该国议会选举后发生变化 他说我们将看看联邦选举后 是否会发生相应的转变 或者甚至可能更早 因为柏林联盟内部 对金牛座的交付 存在不同的立场 乌克兰正在遭受来自 俄罗斯的毁灭性袭击 在这种情况下 基辅现在迫切需要 德国金牛座巡航导弹等 强大武器 他强调乌克兰不能永远等待下去 自2023年5月以来 乌克兰一直在向德国 索取最大射程达500公里的 金牛座导弹 但德国总理舒尔茨 坚决反对这一想法 理由是担心可能会将 北约卷入与俄罗斯的 直接冲突 舒尔茨公开表示 美 英 法提供的导弹 最大射程只有250公里 而且他们可以向乌克兰 派出技术人员控制导弹 打击目标 但是德国受法律限制 不能向交战地区派兵 无法控制乌军 用原污导弹来打击俄纵身军事目标 可能导致战争升级 德国将于2025年2月23日 举行议会选举 最新民调显示 德国五个主要政党的支持率如下 一 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为34% 遥遥领先位居第一 二 德国选择党支持率为18% 三 舒尔茨所在的社会民主党支持率为15%左右 四 绿党支持率为10%左右 五 左翼党支持率约为3% 在德国所有政党中 民意支持率第一的联盟党的对俄立场最为强硬 基督盟领袖莫茨在本次竞选时明确表示 如其当选德国总理将对俄罗斯采取更加强硬的措施 包括向乌克兰提供金牛座导弹 甚至允许乌克兰使用德国武器摧毁克里米亚大桥 莫茨明确表示 德国不能因担心俄罗斯的报复 而对提供军事援助犹豫不决 否则只会让普京变本加厉 令欧盟伙伴失去对德国领导力的信心 不过 强势崛起的极右翼德国选择党 却不希望过多卷入俄乌战争 但该党被德国主流媒体和所有主要政党所排斥 尤其牵头阻隔的可能性极低 历史上 一般是由基民盟与社民党这两大政党牵头阻隔 如无意外 这次大概率联盟党会胜出 莫茨将成为下任德国总理 这样乌克兰就会得到梦寐以求的金牛座导弹 而克里米亚大桥也可以不费吹灰之力被摧毁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11月23日在基辅举行的第三届乌克兰国际粮食会议期间 与外国媒体的对话中表示 很有可能在2025年结束战争 遇会者主要是长期从乌克兰进口粮食的国际组织和中低收入发展中国家 他说 至于战争何时结束 当俄罗斯决定要结束战争时 它就会结束 当美国采取更强势的地位时 当全球南方与乌克兰站在一起 并支持结束战争时 和平就会到来 他表示这将是一条艰难的道路 但我相信我们明年完全有机会实现这一目标 泽连斯基强调 乌克兰的和平计划中包含结束战争的具体步骤 然而我们理解 俄罗斯不会同意所有这些步骤 但有联合国宪章做保障 我们的所有行动都以它为基础 我们希望他们能得到我们合作伙伴的支持 泽连斯基补充说 我们对非洲国家 亚洲和阿拉伯国家领导人的提倚持开放态度 我还想听听美国新总统的建议 我相信我们会在一月份看到他们 我们将有一个结束这场战争的计划 不过当天乌克兰驻英国大使 乌克兰武装部队前总司令扎鲁日内 在接受乌克兰真理报采访时说 由于无人机的大规模使用 使得长驱直入的大规模装甲突击 和步兵机动变得不可能 因此在2027年之前 不太可能在战场上取得重大突破 他表示 俄乌战争将是一场长期消耗战 呼吁欧洲伙伴做好各方面准备 尤其是增加防务开支 我觉得无论是泽连斯基讲的 明年可以取胜 还是扎鲁日内所说的 2027年以前不会取得突破 其实都是一种争取外部援助的外交辞令 而不是真正的作战计划或作战目标 乌克兰何时能赢得这场战争 主要取决于西方阵营对乌军援力度 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 以及乌军本身实力的壮大和勇猛顽强的作风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捷克外交部长 利帕夫斯基在基辅会晤 讨论国防支持和合作打击俄罗斯虚假信息的问题 泽连斯基感谢捷克在2025年后 增加对乌克兰国家复苏计划的资金 该计划旨在恢复关键基础设施 捷克同时确认 由其牵头的原乌炮弹联盟 今年底前将按计划向乌克兰提供50万发大口径炮弹 按照乌军线在防御作战中每天发射的5000发炮弹计算 这个原乌炮弹够用100天 捷克还将在国际军火市场中继续为乌克兰采购炮弹 这些炮弹完全来自于欧洲以外的国家生产 可能部分来自于巴基斯坦和韩国 也有一些其他国家即将存放到期的老旧库存 俄罗斯媒体和多位知名军事博主 援引俄罗斯国防部内部消息称 负责顿涅茨克方向作战的俄罗斯南方作战集团司令根纳纪 阿纳什金上将已被免职 阿纳什金被免职是由于对俄罗斯武装部队指挥部 和该国政治领导层的系统性欺骗 南方集团指挥部报告了声称占领了一些乌克兰村镇 声称在乌东顿涅茨克方向每天向前推进5公里 但事实上双方接触线一直处于胶着状态 那些声称被占领的村镇一直控制在乌军手中 或者短暂占领后被乌军夺回 我在俄军将多名谎报战果第三级团军高层军官撤职 其实欺上瞒下 报喜不报忧是俄军从上到下的通病 比如前天俄罗斯国防部长别罗乌索夫 11月22日就表示 乌克兰军队中最强的部队已被歼灭 俄罗斯媒体对此做了广泛报道 俄南方集团司令和第三级团军高层一帮人被免职 无非是因为最近俄军不惜一切代价的人肉冲锋 伤亡极其惨重 却收益甚微 高层需要替罪羊来平息内部不满 俄乌战争 这种旷日持久的大规模战争 胜负是双方综合国力的较量 战争进程 不会因任何一方高级将领的人事变动 发生重大变化 不过俄军高层频繁换将 确实会打击俄军中高层军官的士气 周六是乌克兰大饥荒遇难者纪念日 乌克兰各地和欧美 加拿大等国家的乌克兰侨民与当地官员一道 举行了各种纪念活动 当天欧洲议会主席梅索拉 意大利 拉托维亚 捷克等多个欧洲国家的外交部长纷纷发文 纪念乌克兰大饥荒遇难者 同时重申支持乌克兰打赢当前这场反抗俄罗斯侵略 捍卫乌克兰自由尊严独立的正义战争 在20世纪乌克兰人经历了三次饥荒 1921至1923年 1932至1933年和1946至1947年 最具破坏性的是 1932年至1933年的饥荒被称为大饥荒 总共有450万人遇难 根据1998年和2007年的总统令 每年11月的第四个星期六为大饥荒遇难者纪念日 俄罗斯承认大饥荒这一历史事实 但认为俄罗斯民族当年同样遭遇大饥荒 也有数百万人遇难 不承认这是蓄意针对乌克兰人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第一夫人奥莱纳 泽连斯卡11月23日 在基辅佩乔尔斯克修道院的圣母升天大教堂 参加了普世祈祷仪式 然后步行前往大饥荒博物馆 向遇难者雕像献花 默哀 当天基辅大雪纷飞 泽连斯基夫妇全程神情肃穆 他们回忆这段悲惨的历史 同时面对眼下俄军全面入侵的残酷现实 脸上写满了对曾经那场历史悲剧的愤恨 以及誓死捍卫民族自由 独立 绝不让历史悲剧重演的坚定决心 乌克兰外交部长西比哈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X上发文 向数百万大饥荒遇难者表示哀悼和敬意 他表示克里姆林宫试图打断我们民族的脊梁 消灭整整几代人 他说今天俄罗斯系统性地蓄意地袭击我们的港口基础设施 仅在今年7月至10月期间 俄罗斯发动了大约60次此类袭击 对近300个港口基础设施和22艘民用船只造成破坏或毁坏 这种可怕的罪行没有诉讼时效 美国总统拜登当天发布一项声明 悼念乌克兰大饥荒的受害者 重申美国致力于支持乌克兰人民追求自由和欧洲大西洋的未来 拜登称91年前的大饥荒 这是一场被迫和蓄意的饥荒 导致数百万乌克兰人死亡 我们缅怀在大饥荒期间丧生的男人 女人和儿童 他强调 美国向大饥荒的幸存者及其后代致敬 尽管俄罗斯压制乌克兰的民族认同 但他们建立了一个自由独立和民主的乌克兰 拜登说今天 在我们纪念大饥荒的庄严周年纪念日之际 我们也重申我们的承诺 在乌克兰人民需要的时候与他们站在一起 就在乌克兰纪念大饥荒的当天 英国和法国外交部长联名发文 对全球普京化日益增长的威胁表示关切 并重申了他们对抗俄罗斯破坏国际秩序的承诺 值得注意的是 他们提出全球普京化日益增长的威胁这个说法 在西方阵营中引发共鸣 凸显了当今世界两个阵营对立加剧的冷酷现实 毒化了亲俄阵营和骑墙国家的外部环境 在美国政府处于过渡时期且保守 孤立主义占了上风 德国总理舒尔茨 为拯救自身极度低迷的支持率 焦头烂额之际 英法两个西方大国登高一呼 确实极大的鼓舞了西方阵营员乌同盟的士气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可以的话希望你可以帮我点赞订阅 有什么意见都可以留言分享 谢谢你的收看 明天和大家再见